美国拜登政府27号公布追加军援乌克兰 价值2.5亿美元 约76.3亿元台币 但却是最后一次动用总统授权 直接从美国现有库存 提取武器和军事装备 由于拜登政府提出的对外援助计划卡关 若国会无法突破僵局补充新资金 这可能是给乌克兰的最后一笔军事援助 非洲东南部内陆国家尚比亚 外长卡库博日前疑似收受中共矿业商人资金 并且由点数钞票的影片流出 引起舆论哗然 为此他于26号递交辞职信 并已经获得总统批准 也凸显出中企与非洲政治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日前网红小粉红 在东京中华餐厅西太后闹场事件 出现了意外进展 应日本议员要求 日本警示厅已经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将范围扩大至反日中国人组织动向等安全保障领域 日本民众认为 才与闹场者受中共党文化洗脑 反日仇日为中共站台 下场堪忧 历经近三年中共肺炎疫情肆虐 直到2023年疫情趋缓 各国游客才展开报复性旅行 对此CNN罗列十一处在2024年 暂时或永久无法造访的旅游遗珠 除了有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 法国巴黎圣母院和庞碧都中心之外 12月才因为自然风化毁损的台湾橡皮盐也上榜 新唐人野台电视整理报道